毒蛇身带剧毒 若是将其毒液注入它们自己体内 它们会不会被毒死 一直以来 蛇这种动物对于很多人来说 都是一种非常恐怖的动物 很多人仅仅看一眼它们的外表 就会产生很多的不适 甚至是恐惧的感觉 无非就是因为它们的危险性 因为身带剧毒 因此对于很多人来说 它们都是非常恐怖的存在 但是要知道的是 并不是所有的蛇都是有毒的 而且其实自然界的很多动物 都是带有毒性的 但是比较奇怪的是 很多人只对于蛇类有着天生的恐惧 可能与它们的长相脱不开关系 当然也和它们的捕食能力 以及毒液的毒性有着不小的关系 对于一些毒性较强的蛇类来说 在一定的伎俩下 毒死一个比它们个头还要大的猎物 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 这也足以证明它们的毒性有多么的强 因此人们既然无法分辨遇到的蛇是否有毒 所以只要看到就立马远离 避免遇到可能出现的危险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人问了 毒性这么强的毒蛇 若是将它们的毒液注入到它们自己的体内 那么它们会不会中毒呢 要知道在攻击其他猎物的时候 其实免不了会遇到毒液 没有全部注入到猎物的体内 或者是冲着对方直接喷射的情况 那么一定就会出现 不小心将自己的毒液误食的情况 那么它们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吗 还有就是 蛇类其实是会同类相杀的 那么同一物种的蛇类 在攻击对方的时候 能够成功地毒杀对方吗 除此之外 它们在吞食自己同类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不小心中毒呢 毒蛇身带剧毒 若是将其毒液注入到它们自己体内 它们会不会被毒死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的就是 它们的毒液是要进入到血液之中 才能发挥作用的 而它们可以大致分为四种 其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就是血熏毒素 若是被带有这种毒素的蛇咬到了之后 它们的猎物会在其毒液的作用下 出现伤口流血不止部分肿胀的情况 这是因为这种物质影响了凝血功能 而另外一种毒素则为神经毒素 它们和刚刚的那种不同的情况 在于被它们咬到之后 伤口流血并不明显 并且也不会立马就感觉到很明显的不适 但是要知道 这只是暴风雨之前的平静 等到一个小时之后 被咬中的受害者就会出现兴奋 或者是呼吸困难 这时候若是没有及时的治疗 那么很可能就会出现生命危险 这两个分别作用的结果 都已经非常可怕了 但是你知道吗 有一种蛇竟然是混合毒素 这种蛇就是我们熟知的眼睛王蛇 说到这里应该就能明白了 一旦被它咬伤 因为它们的排毒量很大 这就意味着 也需要更多的血清 总之是相当的危险 至于它们会不会误吞自己的毒素 被自己毒死 其实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它们的毒液 主要存放在它们的毒线中 并不会直接地流进它们的身体和血液中 即便是不小心误吞了 其中的量其实也不是很多 不会造成很严重的伤害 除此之外 毒液对于毒蛇来说 是非常珍贵的武器 可以说是最后的必杀剂 因此它们不会随意使用 就像是同类在争斗的时候 它们其实大部分时候 都不会拼个你死我活 分出胜负就会结束了 并不会到需要使用必杀剂的地步 毒蛇身带剧毒 若是将其毒液注入它们自己体内 它们会不会被毒死 至于这个问题 其实可以说结果是肯定的 即便是自己产生的它们 也是会直接死亡的 这是因为若是进行注射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剂量是很大的 那可不是吞一小口的事情了 事实上 对于它们来说 不论毒性有多么的强 不能抛开的就是剂量的问题 就像很多人都知道的眼睛亡蛇 它们的毒性其实并不是很强 但是要知道它们的体型较大 排毒量也非常的大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使得对猎物造成的伤害极大 这也是它们更危险的原因 2016年的时候 广州的一名女子 在自家的鸡舍中 发现了一只被蛇毒死的母鸡 害怕浪费的女子 就将这只鸡处理之后吃掉了 可没想到的是 就在当天下午 女子就进到了医院 甚至医生表示 若是再来的晚一些 那么女子将失去自己的双眼 可见被蛇毒死的猎物 其实是还有毒性的 那为什么它们在进食自己 毒死的猎物的时候 并不会有危险呢 事实上 在它们进食猎物的时候 因为蛇毒在猎物的体内 因此等到它们将猎物的皮肤 消化完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 毒素已经分解完了 而人类不一样 吃掉的地方 是没有完全分解的部位 一到遇到消化道中的破损处 蛇毒进入人体内 那么还是会引起中毒反应的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关注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视频